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朋友,我们上次讲到 虚云和尚留在福州古山 致力整顿佛门歪风 转眼就两三年了 这几年间,他除了积极大刀阔斧 改革因为有增重为逃避兵役假出家 而逐渐形成的各种漏杂 他自己也以身作则 凡事不辞劳苦,亲力亲为 还广邀太虚、谭虚、宏一 几位当代佛教高僧 先后来古山讲学 令到永存寺终于回复昔日戒律严谨的寺风 再次与金山寺、高文寺顶足并清 在文国二十三年 他收到一封由岳北崔正委员李汉云拍来的电报 说诚意邀请他到岭南曹溪 重修六祖慧能大师道场 千年古策南华寺 南华寺是中国佛教圣地之一 大约在一千五百年前 西天竺高僧致若三藏专者到中国 他先去北方朝礼山西五台山 文殊菩萨道场 再接返南方 由南海北上广州 途经曹溪口 见到这里山峰联寿 远如天竺堡临山 于是就在这里建造寺庙 并且获得梁武帝命名为宝林寺 直到唐高中年间 慧能禅师得传伊伯 成为禅宗六祖 后来铸石宝林寺 在到弘扬南禅敦五禅法 唐宗中下照改称为宗卿寺 武则天更加促似南华禅治提贬 到北宋时期 正式亦名为南华禅治 被公认是禅宗祖庭 可惜千几年来 经历十几次战火兵乱 昔日建治规模 早已大受破坏了 就算经过明代 为坎山大师得清修辑 都未能全部恢复的 清朝渡光咸丰年间 洪秀传、杨秀清等人组织太平天国 与清兵对抗 虽然战事并没有直接波及南华治 但是期间曾经发生一场大火 以致几乎沦为废墟 一直到满清福亡 民国成立 仍然是一片颓唤败雅 去云和尚得知南华治目前的环境 自己身为禅宗弟子 重修祖庭之责 当然是义不容辞 于是马上福殿越北 虽政委员李汉云 答应与弟子官本 到领南了解情况 十几日后 李汉云派秘书吴中石 联同广州 以及香港十几位比丘和居士 一起来到古山 迎接虚云和尚到巢关 起程当日 全山各自的途中 都专程在山前送别 古山四千多级石级都站满杀人 虚云和尚和他们挥手道别 匆匆赶往曹溪 抵达南华治 吾秘书带虚云和尚周围巡视过之后 就跟他去见越北虽政委员李汉云 顶礼虚云法师 李长官有礼 法师 吴秘书派人带你老人家 巡视完整座南华子了吗 已经看完了 唉 想不到六祖大师到场 竟然凌落残破到这样的地步 那你对重修工程有什么看法呢 李长官 南华治是名姓古杀 禅宗祖庭 又是供奉六祖育身所在之处 如果要重建 绝对不能骂夫的 必须彻底恢复原有规模 老衲估计最少都要几年的时间 而且花费甚巨 恐怕非数十万元不可 需要这么多钱啊 请恕老衲没有这样的财力、人力啊 法师无必免为其难 当前佛教大德之中 除了你老人家之外 就没有人可以肩负起 这个江大禅宗祖庭的重责 请法师切勿推辞啊 老衲并非借库推辞 只是面对如此浩大工程 一时间觉得亡无头水 一筹莫战而已 法师放心啦 领南佛弟子众多 李某和内子也是深信佛教的 只要法师登高镇秘 相信人人都会尽力支持 筹款一定不成问题的 得到李长官发心相助 那老衲就安心很多了 是的 法师有没有初步的重建计划呢? 不妨说出来大家商量一下 老衲如见 首先要请李长官 画定南华寺的范围地界 收回原本属于自产的山地 有明确的地界 才方便全面展开重建工程 哦 那很容易 李某可以叫地政厅派人来测量 画出明确的寺院范围 另外 老衲人发现很多电宇的梁柱 佛像 菩萨像 罗汉像 甚至 全放六祖真身的穆坑 都被白艺严重损坏 所以 除了要收集大殿 诸造佛菩萨像之外 还打算仿照阿玉皇塔的形式 重新制作祖师坐堪 好提议啊 所谓 非宏法不能重兴祖庭 非守戒不能宏法 字内增重必须严守戒律 遵循百丈清规 一触一饭 慈五恩时 一步一吹 拭手疑凡 好 法师高见 还有 在正式展开工程之前 暂时要搭建一二十座茅棚 以竹树橙皮作围栏 葵叶朝叶铺顶 给四方大众血色 必要事 亦都可以充当绑京堂 那李某就先派一连士兵 来盖竹树茅棚 至于具体的重建工程 等一筹没到经费 就马上进行 多谢李长官 虽然得到粤北水政委员李汉文 答应全力支持 但是重修南华字的工程 非常庞大繁重 一个九十几岁的老人家 精神和体力 可不可以应付得来呢 在工程期间 又有什么歧视发生呢 我们留下一次再说 嗯